剛剛的部分就是 所藍所列我想特別注意就是 這個地方就是所列不所藍 後面這個是所藍 因為這一藍不所列 最後的話把這個地方向下 向右填滿這樣部分就完成 底下這個部分 再來我們做圖表的部分 剛剛漏掉就是要把標題也把它選進去 不然做出來的標題你會發現 怎麼會是1234就變成編號 跟前一題一樣 前一題也有同學在選取的時候 沒有把那個標題選進去 所以出來的話就是變1234 也就是說我們這地方題目也有要求 就是說要把A1 這邊題目也有講到 要把A1到L1也把它選進去 所以這個地方第一個動作 要把它選這個再跟這個一起選取 兩個一起選取 所以我們選的方式的話 第一個就是把這個範圍 A1到L1選取 按卡錄鍵 再把這個底下 A30再到L的33這範圍 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一樣 插入什麼呢 插入這個雷達圖 這個沒有問題 再把它移至到這個雷達圖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一樣把這地方 輸入一個雷達圖 它就會幫我們把它放在 那個雷達圖的工作表裡面 接下來的話 字的大小工作區直接設定不用選取 直接在這邊把它改為18 按下去這樣就可以了 直接選 OK 直接 那全部的字型就改變 再來圖力部分的話要改為12 所以把這張12 圖力把它改為12 再來的話 我們的那個 這個它的設計部分的話要32 所以32部分的話 就是直接這樣 1 2 3 因為一個8嘛 8 4 3 2 就這一個 就做出來了 接下來的話 要把這個什麼 這個軸的部分要改顏色 題目裡面是要求什麼呢 把它改為 取消格線 在顏色改這一個 座標軸的顏色部分改一下 那 怎麼去改變它的那個格線 有沒有這邊無就好了 沒有問題 再來的話 這個顏色按右鍵 座標軸的格式 就是線條改為什麼呢 這個地方 實線的部分呢 把它改為這一個 這樣的話呢 關閉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把線條的顏色 座標軸的格式改變 改變之後的話呢 再來 我們就 類別標籤顏色 那類別標籤顏色的部分的話 類別標籤在這個 要改為深藍色 所以你 對方點一個 全部都已經點好了 然後呢 再到常用裡面呢 把這個顏色 改為深藍色 這個是深藍 按下去 那這樣的話呢 全部都改為深藍色 那這樣的話 這一題 基本上就已經完成了 那把這一題 另存心檔310 這一題就完成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